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是说到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约一书二章六节 今天的信息所引用的是 从1887年7月14日 事兆月刊的怀爱伦司母所写的文章内容 他说当我们没有资格获得上帝的怜悯的时候 耶稣基督竟然愿意承担起救赎我们的责任 这件是多么惊人的慈爱和多么大的牺牲呢 但是我们的大医生要求每一个人毫无意义的信从他 我们绝对不要为了自己的病情开处方 要让基督完全支配我们的意志和行动 如果不是的话 他就没办法下手帮助我们了 很多人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状况和危险 基督教的特性在许多方面 是和世界的情感和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和人心的骄傲是背道而是的 我们可能像尼哥底母那样 自以为我们的生活和道德品质是无可指责的 以为自己不需要像一般的罪人那样 在上帝面前是降悲自己的心 但是我们必须心甘情愿那样 好像罪夫一样是获得新的生命 自我必须死去 我们不可以依赖自己的意义 而要依赖耶稣基督的意义 它是我们的力量和盼望 真正的信心会有爱心伴随着 这种爱心表现在家里面 社会上和一切人性关系当中 这种爱心会消除了我们的困难 令到我们脱离撒旦 放在我们的路上 搞要我们的不开心不愉快的事情 爱心会伴随着信从 悔改的人的一切能力和情感 都要受到耶稣基督的控制 因为他的生命是让人更新的能力 会将所有接受的人 改变成为上帝的形像 要成为基督的门徒 乃是要黑脊 不论是好的明星 或者是不好的明星 都要跟随耶稣 要关闭了骄傲、疾导、怀疑和罪恶的门户 继续杜绝这个纷争、仇恨和每一样罪恶的行为 要将柔和谦卑的耶稣接到心里 耶稣的希望能入到我们的内心 成为我们的奔赫 耶稣是人类完美的榜样 祂想要令我们像祂一样 保持每一项的目的、感情和思想的真诚 保持心灵和生命的真诚 心里面怀有基督之爱最多 能最完美地反映救主形象的人 在上帝看来 是地上最真实、最高贵、最可敬的人 但是在罗马书8章9节就说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以上的资料是引用自1887年7月14日 时兆月刊的内容 多谢你的收听 希望你明天继续收听 再会 优优独播剂 季voir 欢迎订阅